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昨天为了省金币连晚饭都没有吃 好好好 我付金币付金币 可以给我了 哪里吧 我八一买东西什么时候付个金币 八一 孩子们不要追了 八一的这个金币我帮他付了 你为什么总是帮他 他还语言报德 其实八一这个人并不坏 他只是有点抠门 有点贪财 老八 我觉得我来到淼淼城之后皮肤好了很多 那当然了 这里空气湿润你的皮肤自然会好一些 你说什么 我有哪儿咋做 正确答案是 无论你到了哪里你的皮肤都那么的好 好 叮 对 对 无论什么时候 你的皮肤都像花儿一样叫嫩 八一 你干嘛去啊 姨妈 我出去玩一会儿 回来回来 我们刚来淼淼城不久 人生地不熟的 你要想去玩 让你姨父陪着你 那好吧 姨父姨妈 我们看你们后面是什么 什么呀 什么呀 这是什么 是我的金币吗 金币 没有啊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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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干什么 赶快去追啊 我追我追 八七 你给我回来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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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滑板 想玩吗 嗯 先帮我躲起来 我再教你 好 跟我来 八七 八七 八七啊 哎呀 八七 八七 他走了 现在你可以教我了吧 好 玩花板最重要的是掌握平衡 你拿来吧 八七 就你那点小企业 还想骗过衣服 我 姨父 你让我玩玩吧 谁说不让你玩了 我又不是你吗 我也曾经是一个连做梦都想玩的小孩啊 整天偷鸡摸狗 反正啊 我小时候也特别爱玩 逃不出来呀 姨父 我也以为你从小就知道算账呢 胡说 今天啊 我不但让你们玩 而且我还会带着你们玩 咱们一定要玩出新水平 玩出新高度 好 八一大叔 你可真待见 好 让我想想咱们玩什么啊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玩什么呢 紧固着玩了 把正事忘了 姨父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想好了 八吉啊 我问问你 你喜欢阿姑吗 喜欢 阿姑 你喜欢八吉吗 喜欢 那你们两个想不想天天在一起玩啊 等一下 好极了 八吉 明天我就给你报名 让你在妙妙城小学上学 上学 对呀 这样你们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吗 姨父 你骗我 我骗你 八吉 回来 八吉阿姑 你们两个人乱跑什么呀 阿芬吉老师 我姨父太过分了 你不要着急 你慢慢讲 怎么了 怕我去阿姑的学校要上学 哦 八吉 其实我们学校也挺好玩的 那我也不上 八吉阿 八乙确实是经常给大家捣乱呐 所以你要帮忙我 唯独这一次我要帮你姨父 好 你也让我上学 不只是你要去上学 蛙驴 翟莹莹 你们都要去 怎么都跑了 阿姑啊 你们学校好不好玩啊 很好玩啊 等他们三个去了会更好玩的 可是他们三个都不想去 学习虽然很辛苦 但是不学习怎么能得到知识呢 放心吧 他们三个呀都是懂事的好孩子 一定会去的 今天我们搬来了三位新同学 乌阿驴 翟莹莹和八吉 他们来自遥远的阿巴幸福社区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要互相关爱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妙妙城的温暖 好 那现在我们准备上课吧 干嘛呀 你干嘛呀 把这商人字全部抄下 快来快来快来 快抄 你说抄 你抄啊 你到底要干嘛呀 老魏 我为什么让八吉去上学啊 明白吗 难道是跟这壁话有关系 当然啦 妙妙城古老的文字学校肯定会教啊 八吉学会了 我们就能早点解开宝藏之谜 原来是这么会 快抄快抄 一会儿放学了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放学啦 八吉 放学了 八吉 放学了 你现在可以教我玩滑板了吗 当然可以 咱们这就走 阿护 快来 八吉 走走走走走回家 你干什么呀 接你下学呀 走走走 你妈 我和阿护约好了 玩一会儿滑板 一会儿再回家 不行 行 家里还有好多事呢 以后再玩 以后再玩 走走走 饿了吧 来 吃点些 累了吧 姨父帮你按摩 下学了都不让我 再也不理你们了 娜唧 别说不让你玩了 不过姨父要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上来了 姨父就让你去玩 真的吗 你问吗 好好 我问问你今天上学都上什么课了 数学 语文 私人 知识 语文 语文都讲了些什么 课文 生字 生字 是壁画上面的字吗 有这个了 八极 你看看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这个字念和 和 这个字念 云 云 你和心你 瞧 瞧 瞧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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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呢 就行了 怎么做 八极 好孩子真听话 去玩吧 去吧去吧 去吧 八才了 八才了 怎么就八才了 姨老婆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就是壁画上金壁旁边的字 你记得吗 妙妙城外有一条河 河上有一座桥 我敢断定 宝藏 就在桥下的河里面 这个老八怎么还不回来呀 老八要是找到了宝藏 我就可以买很多漂亮的包包 漂亮的衣服 还有很多漂亮的珠包 要小心 我就可以天天地买买买 为什么买呀 老婆 别想你那珠包 我手势了 先去给我买点 买点药吧 这人怎么了老爸 你宝藏呢 宝藏 我按着八七说的 来到城外的小河边 找到了那座桥 我就开始挖 挖 还别说 真让我摸到一个 方方正正的东西 我就开始吧 我 我 你 什么 结果 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半块砖头 什么 老爸 老爸你没事了 我回来了 义父 你怎么了 还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 八截宝贝 一副病了 虽然一副病了 但还是很关心你的学习啊 不用不用 你好好养病 可以了 好好听你一副说话 对对对对 八截啊 你再跟我说一下 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几个字啊 这个字叫什么 这个字念天 天 这个字哪 念地 说 这个字叫什么 人 什么天地人 你上次分明告诉我 这个字念桥 这个字念河 这个字念河 这个字叫什么 人 什么天地人 你上次分明告诉我 这个字念桥 这个字念河 是吗 明明是天和地 什么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啊 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怎么可能生病呢 我 你生病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姨父听信了你的话 去河里挖宝藏 宝藏没挖到 却得了重感冒了 原来你们逼我上学 就是为了让你们获得宝藏 我 这娘们成了人们 对我们那么好 你们却惦记人家的宝藏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告诉你们一个字 他 他 老八 这可怎么办 这是逼我出绝招 我要上学 我要自己搞清楚这些古文字的秘密 稳住 八戒 你赶紧去看看 你姨父姨妈正缠着校长呢 什么 校长啊 您就收下我吧 是啊 您收多少金币我都愿意给 老阿姨 你看看你的肚子这么大 胡子这么长 哪有一点小学生的样子 学校要是收了你 不就成了养老院了吗 不行 哎呀 校长啊 我幼儿识学 长大以后一事无成 看书一个字都不认识 算算数一加一等一级 我都不知道 我求您就收下我吧 这样的生活 我顶直是继续不下去了 是啊 校长 校长 你知道我们家老爸做梦 说的梦话都是什么吗 说什么 上天哪 如果再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文学家 最好的科学家 最好的艺术家 最好的富翁家呀 富翁家 不不不不不 哲学家 八姨 你就是再努力 也不可能同时成为这么多家 哎呀 校长 哪怕成为一个家也行啊 您就收下我吧 求求您了 校长 好吧 看你也是怪可怜的 那你就跟我去做个测试吧 好好好 小长 行 哈哈哈哈哈哈 八姨 你以后要和你衣服成为同学了 八姨 你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八姨了 还笑 嘿嘿嘿 校长 我答完了 哈哈哈哈 在我的办公室有很多题你都答不上来 我看一下这次答得怎么样 哈哈哈哈 白日衣山静 取向向天歌 下雨的自然原因是因为白云被风沙迷了眼睛掉眼了 对呀 就是呀 老八 你看真聪明 阿姨 你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 怎么文化程度还不到二年级 所以呢 校长 我需要学习 校长 您不能拦走一颗上进的心 就收下我吧 是啊 校长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家老八 杀了他吧 收下我吧 那好吧 我姨父 我找到了一个榜上 里面有五千四百七十七个金币 巴吉用这些金币买了四个滑板车 八十五个金币一个 十七个苹果 六个金币一个 三十三本漫画书 十七个金币一本 六十七根棒棒糖 三个金币一根 巴吉把剩下的金币的百分之四十五交给巴亦保管 然后他要把金币借给阿芳提每年收百分之十的利息 请问七年之后巴吉的利息是多少个金币 一千八百二十四点二四个金币 完全正确 校长 我姨父的数学比几盒机还坏 你千万不要收到 巴吉你哪一头呢 你这孩子 八爷 你的数学这么好 为什么骗我 我 巴吉 你坏了我的大事了 校长 七十八 七十 老八 老八 你怎么了 老八你怎么样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从路上摔下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是谁呀阿姨 你叫我阿姨 对 我是一个小学生 当然要管您叫阿姨 我是一个小学生 起步 走 一二一 他可能是脑子摔坏了 本来就没什么文化 这下更惨了 老八 老八 你怎么样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亲你 二班的小猪同学 喜欢喝气耍 橘子味的 我也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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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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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吉 过去买 快去买 老八 老八你别吓我呀 你怎么样了 老八你怎么了 老八我没事 我是在吓他们的 没想到连你也给骗了 你吓坏我了 老八老八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呀 来来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校长 您看见了吧 自从我们家老八脑子受伤以后 天天就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 就想去上学 求求您了 您就收下他吧 说不定他上学了 病就好了呢 可是 这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孩子呀 不会不会的 我们家老八可老实了 绝不会干扰其他小朋友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 你们应该去找医生 这就是医生的意思了 校长你就收下他吧 你要是收下他 我甘愿给学校圈两百个金币 两百个太少了 那就五百个金币 五百也少了一千个 校长 你看我们老八都这样了 求求您 你就收下他吧 那好吧好吧 我就收留他看看吧 谢谢校长 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 他的身体不太好 大家要多关心他 照顾他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阿文提老师 我不想和他做同桌 没想到八一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他去学校 就是为了弄清壁画上的文字 好找到宝丧 妙妙城的人们那么善良 我可不忍心让他们受骗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也去上学 你也去 好问题 气色不错 都开始调皮了 怎么着 病好了 去 少废话 我听说你要上学 对 我要去上学了 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阿文提我要和你同桌了 阿文提 我 我警告你 你少跟我捣乱 这你可管不了 阿文提 我告诉你 我上妙妙城小学 我为了上妙妙城小学可整整花了一千个金币 把你们家的东西全部卖了能值一百个金币吗 你还想上学 阿姨 我也告诉你 我上这个妙妙城小学是一个金币都没有花呀 饿死我了 自从来到了妙妙城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灿烂的历史和幽远的文明 校长 我有一个请求 我想 就在这妙妙城里做一名小学生 和孩子们一起学习 这样我将来就可以把妙妙城的文化 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呀 阿文提真有眼光 说得非常不错 妙妙城如此伟大 我们有责任把妙妙城的文化 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这么说 我可以来这里上学了 当然可以 太好了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位置 不用随便选了 我就和八姨坐同桌 这样我也好照顾她嘛 那太好了 八级同学 那你坐到前面来吧 太好了 谢谢八级啊 八姨 老朋友新同桌 以后咱们两个人哪 得相互照应哦 犯提 不一定把你赶走 八姨 上课的时候别转 是谁转转 是谁转转 就是你 八姨 笑什么笑什么 有什么可笑 真没想到你们俩当起的小学生真好笑 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八姨 你连监王正的主意都想得出来 你可真行啊 你懂什么呀 为了赚金币 什么主意都得想出来 那咱们走着瞧 走着瞧 走着瞧就走着瞧 谁怕谁呀 我怕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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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好鸡蛋了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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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神奇 哎呀嘛呀 属我最美丽 我是无阿玉 是 我是 我是 我是阿凡提 杨茜茜 杨茜 快乐阿满天